记者曾德荣台北报道 迪欣孙鹏18岁独子孙恩佐社恐攻遭补 夫妻两级被美国救子并委任当地王牌律师凯勒 五金级律师麦可科提克 重金委任二大王牌律师 显示夫妻两为了救援孙恩佐不计代价 双律师原定台湾时间 今天凌晨三点半召开记者会 但无预警宣布延期引起媒体错愕 综合媒体报道 孙恩佐律师团前天宣布将在今天召开记者会 但记者会开始前90分钟突然取消 律师凯勒透过简讯表示 因不可预见 unforeseen的情况 我们必须延后今天的记者会 新日期会于稍后另行通知 很抱歉 临时通知取消 请见谅 引起媒体错愕 怀疑是否案情再度出现变数 孙恩佐的律师言其召开记者会 引发媒体揣测翻设字脸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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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媒体